鄭州市廣城回族區1月3號傳出疫情 有居民透露 奧蘭河原小區被封了 指禁不出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整個廣城區民眾連夜排隊做核酸檢測 據鄭州官方通告 1月4號館城回族區 二期區部分區域實行分類管理 其中封控區族不出戶 管控區人不出區 河南洛陽市新安縣也爆發疫情 當地一酒店服務人員透露 整個縣城被封了 許昌市下轄的宇州市1月2號起 實行全域封閉管理 所有人員指禁不出 據河南衛健委通報 3號河南新增本土確診5例 以及無症狀感染者19例 其中許昌市就有18例 不過外界認為真實情況恐怕遠不止官方公布的數據 目前 宇州市公交車、出租車、網約車暫停營運 各類中小學校暫停線下教學活動 新唐人記者陳潔、李珊珊、周天採訪報導 他已經在用車溫度上 突然上等於是駕駛的話 驅緊及指揮等